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威威的股市私房财 我是威威老师张真薇薇薇薇 好 我想今天的台北股市 也许有些人会觉得有一些些小小失望 认为这个股市好像应该要往一万五来走 怎么今天连一万四千七百点都没有收入 觉得有点可惜 但是我觉得有些部分可不能完全这样看 哪有人国安基金进来所谓的护盘好了 天天在涨 那还有半导体也许很多人觉得 今天台积电觉得好像没有达到自己想当中的那么强 怎么没有一鼓作气直接去冲上五百块 我觉得这些部分都是我们同学们 自己一定要好好的来 我们跟威威老师来仔细思考一下 其实有很多的事情不是网站上看 所以我们今天盘中有些 我们的这个投资朋友就 就一直在问我这些问题 我想今天晚上 我们的威威的股市私房财 一并来跟我们同学们来报告来解决 好 那进到我们的节目平台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了 答对了 赶快把我们上面QR call Liant还有FB给扫起来 那么甚至我们YT上面的朋友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最近 威威老师的YT人数有比较快速的成长一些 我们希望我们赶快好好加加油 包括股票 包括威威老师的Liant FB跟YT好吗 好 来 那我们进到主题之前 我们一定要跟大家报告清楚 就是说这上面这个一样 我们有些时候这个千线万线 不如这一条电话线 真的如果希望能够在挑一些 威威老师挑中的自由股里面 最重要的不完全只知道哪几档 最重要的是他进场的时机点 跟什么时候 其实是应该要适度获利下车 或者是在这里面 我们如果真的被卡住了 被套住了 该怎么办 威威老师应该教你们一些解套的一些方法 其实真的不一定要跟这些股票长期在一起 因为最重要的是我们获利要赚钱赚钱赚钱 所以在这里面不要被套住了 方式方法有很多 那希望能够跟威威老师一同 在股市里面好好的乘风破浪 这个获利入带 这个好好准备好 自己功课 能够从股市每天合法 合心合理赚到钱 那么欢迎大家加入 0800370888 0800370888 随时跟老师进线来问内容 好 来 最重要的我们赶紧 时间有限 我们赶紧把今天的盘式 好扫一下 其实今天我相信很多的投资同学 我已经刚跟大报告过 你们在Line App上面提出来的事情 我也能够理解 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并不是这么看 因为其实从上个礼拜 我们就能够知道 其实在当国安基金进场 我记得就是上个礼拜 也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 对不对 我们已经知道 国安基金要进场了 差不多我记得是上个礼拜二 晚上大概7点 我老师第一个 赶快跟大家在这个节目平台 赶快跟大家报告 国安基金要进场 那么果不其然 对不对 一路 就往上的拔高 那现在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真的就是我们大盘到底 要不要站上月线 站稳月线 那这个一部分还不够 其实非常重要的 就是这个条基线 来 你看 果不其然 我们的台积电 真的很多事情 我们台北股市的尺数 其实有时候看久了 你会觉得这相对的 你说复杂也相对的单纯 其实就是我们的台积电 我们的全王台积电 站的全值最高 只要我们的台积电 站稳月线 你看 是不是 我们的大盘 也开始往月线靠拢 要准备要站稳 我们的月线了 那比较重要的是 如果我们台积电 除了站稳月线 这个领先大盘 这个大盘 只要往上涨 那甚至 站稳500块 甚至比如说 寄件大概507 507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时刻点 如果我们台积电 未来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晶片法案可能 这个有机会 可以在近期之内 有机会过关 只要美国的 晶片法案 能够顺利通过 最近今天 非常重要的消息 就是那个裴洛西 对不对 裴洛西 它是美国的众议院 不好意思 今天下午 这个魏老师在帮 这个民事盘后联系的时候 说讲太快了 不好意思 讲成了这个 这个参议院 其实众议院 那众议院的 这个院长 裴洛西 她是一位女士 那传出她大概 八月份 要来台湾访问了 我想她不会 不至于是两手空空 两串相交了 竟然亲自 带了他们的众议院 来到了台湾 参访 怎么可能不谈到 半导体 她在论审 晶片法案 还有大家都已经传出 裴洛西的老公 之前就已经大买了 这个灰达 NVIDIA 那NVIDIA是谁的客户 当然我们台积电 所以我相信 裴洛西来到这边 晶片法案一通过 我相信 这个半导体 绝对有好一波的行情 而且你究竟是要 锁定我们的全王台积电 或者是看大缩小 也就是 这个一连传 这段时间跟大家报告 包括它的这个相关的供应链 哇 那个选择就很多 不过今天不论如何 半导体是休息的 所以我们台积电 稍稍往回挡 可我真的觉得 这个真的是还好 这个好戏还在后头呢 那今天非常重要的 当科技股在休息的时候 因为今天大家早盘 这个被 苹果给吓坏了 据说这个苹果 这个获利 或者营收获利 或者它未来的资本支出 都会有一些调节 特别是说 可能就是 所谓的这个对于 未来经济景气 有点点看待 所以停止招募新人 哇 这个消息就导致我们今天 美股的科技版 全部往通通的走跌 那接下来明天 很重要是什么 是特斯拉 特斯拉 明天这个财报公布了 很多人在想说 哇 它4月份 这个上海的封城 已经假烂 这个车都没有卖出去 未来的 就是它公布的财报 可能好 状况不好 所以这很多事情 在这个波段 这些特斯拉的股价 已经提前在做反应 但是科技股在走跌的时候 我们的传传股 就开始有了空间了 这样的资金就让出来 那让出来到哪里 在万海 万海明天7月20号 它要出全席 这里面我想今天万海中间 还一度攻到涨停了 所以很多人提出 哇那是不是 这万海提前 这一些相关的资金 就在卡位了 今天盘中一度 这个还涨停 对不对 然后单收盘稍微收一点 那就来到了129 那这个我想万海 它这个方面 它的一个营收的获利表现 我相信今天 这个我们万海 这个有点点数字上 有点贴错 不好意思 这我们的助理妹妹 到时候 威威老师来跟她讲 反正总之呢 它今天 这个是万海 是收盘 这个强攻 来到129 那比较重要的是 万海这一档个股 明天我相信 它还是盘面上的一个重点 那2615的万海 它这段时间 虽然营收获利表现 就跟韩海王的情况是一样的 它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波段 在前一波段 其实已经 我个人还是觉得 它最风光的一个阶段 可能还是已经先 站高一个段落 这个波段 它的除悬席行情 就要看大家怎么看 那今天看起来 很多的一些资金 也经常去做卡位 目前为止 不论如何 这个万海的情况 都还是值得 我们关注的 那现在盘中 如果在这个波段 我们的投资同学就看你了 因为我觉得 这个长荣今天还是盘中 这个第一名 排股今天盘中交易最大的 当然是量最大 是长荣航空 今天弟弟派对不对 又持续的资金加入 大家买了一万张 大家买了一万张 我敲了一万张 那长荣也不妨多软 长荣2603 只是说 我觉得我们投资观众 还是留意 注意它的这个未来 这个 这个 长期的前景 但是长期的前景坦白讲 葳葳老师还是 我坦白讲 你如果要我说老实话 我并不是说 在船上不好 但是说实在 他最好的时间 我相信真的是在 这个 他这个长荣宅2303的时候 真的是 已经差不多 再搞一个段落 不好意思 我还是知道 说有些同学 这个 不是 就是在这方面 还是对于葳老师 还是一直 我知道你在盘中 那个有好几位同学 还是有跟 葳老师一直在问 户贵三雄的情况 那我觉得 嗯 我讲是实在话 好我讲真的是实在话 但是我不是说 他现在没有行进 也不是说 他已经说获利表现不好 当然很好 当然是很好 我们真的要帮他们拍拍手 但他毕竟是景气循环国 所以 如果你第一季 好 长荣19.16 真的是很漂亮的数据 好 EPS的万海 他也有16.64 所以 你以职域来看 他们都 这个发得非常好 甚至 这个万海明天 他要除全除席了 对不对 他要除全席 那只是说 您的行情 我只能说 他景气短期之内 当然还是很好 真的还是很好 但是 我还是必须要跟大家 这个坦白跟大家报告 以葳老师目前为止 我们收到的数据 跟相关的资讯 大家真的还是要留意 真的还是要留意 真的还是要留意 就是说 你以产业的前景来讲 明年是不是还能够维持 这样子一个 营收获利 涨穿的就是这样 好 那你本益比这么的低 好可惜 也很可怜 好 那以万海来讲 本益比也2.28% 值利率 9.92% 我说实在 那你看这个 杨明 长荣 杨明那时候 27号 我记得是不是 出席 长荣29号 大家都觉得 非常非常可惜 好 好 所以 我就讲到这里 其实我知道 很多的同学 这个 心里抱着一大堆的期望 但是 希望葳伯老师 能够讲些 不错的话 我也只能说 各位同学 你的声音 我都有听到 葳伯老师也 盘中讯息 我们也都有沟通过 但是我实际 必须要是 要坦白的讲 我们讲好的 也就是 二十五 二十号 如果你看好 万海这档 我们也是 当然是觉得很棒的股票 它也有它的优势 跟优点 但它毕竟真的就是 景气循环股 所以 七月二十号 如果你除全息 你依旧非常看好它 葳伯老师 我也不可能阻止 它毕竟营收获利表现 很不错 但是你如果 我们要看 你最后的过户日期 七月二十一号 你看你怎么看 好 那 它最停止的过户期间 它是在 七月二十二号到二十六号期间 好 那它的除全息的基准日 就是七月二十六号 好 它到时候配发给你的 现金鼓励 它是十 十点五块 好 那股票鼓励是一点五元 好 那 我也只能说 这些部分 我觉得 盘中 葳伯老师跟大家讲了 我觉得已经讲 我觉得已经也讲得很清楚 所以 我只能说 我非常的尊重各位同学的想法 但是葳伯老师如果 依照我们自己的评估 获过三熊 我真的觉得 嗯 认同他的 我真的很欢迎大家去 参与他的一个除全息 好 那特别是这个 你看那时候 这个二十七号那时候 我记得杨明他还 这个盘中工到涨停 他真的有他的一个很棒 跟他的优势在 但是他真的 就是最主要还是明年的景气的部分 他的确是有各式各样的外资报告 都有提过 他们在这方面的优劣的看法 那如果未来你想想看 大家都已经知道明年的景气 可能不比今年 那你想想看景气如果不好 请问他谁要在货 谁要送货 不是他的船不够多 也不是他运力不好 他船公司很好 货货很好 但最主要是哪来的货 让他们在 所以我只能说 我觉得这个很为难了 我知道各位 一直希望葳伯老师 能够帮他多讲讲话 明天的这个万海 我觉得依旧是每个人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以货的营收 他们真的很棒 非常好 尤其本意力这么低 职域真的是很漂亮 那想参加的人就参加呀 对不对 但是就是说 如果硬要 葳伯老师来讲 他接下来 他的这个 获零营收表现 这个部分 我还是必须要跟同学们讲说 这个看大家的看法好不好 好 那我觉得 这部分 不好意思 这个 葳伯老师本来想简短的带过 那盘中有一些 同学们 一直有很多的不同的想法 一直希望跟葳伯老师 能够 调整说法 我觉得这些部分 我觉得 就未来 我们真的拿实质的数据来看 好不好 真的 真的不要彼此为难 好 那在这里面 我们赶紧来看一下下一个主题 是 我们在那个 这个 台盘今天早上 葳伯老师已经在盘中 已经跟大家讲 那个车电 车电果 特别是整流二极体 这段时间 为什么 这个 为什么可以有V型的 反转 为什么呢 你看 一下子 这个 攻上了 站稳了月线之后 来 好 直接向这个 进行挑战 但是我相信 这个阶段 他绝对是有一些 他相对的压力的 有一些压力的 所以 同学们要看 即便今天的消息非常好 这台办很棒 这个不只是 达若宁德时代 那他今天最重要 还要传出 他已经接到比亚迪的订单了 整流二极体 他带动了包括他整体的 这个 二极体的族群 今天的表现非常好 太棒了 当然 他的六月的营收获利表现 既然 他能够表现非常的漂亮 必有 Giton Bill Angle 对不对 所以 你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六月的营收 这个 增加的年增幅度 是相当不错 你可以看到 他这个比起来 就相当的不错 那他的 这个 在第一季 因为大家都还没公布了 还没有公布 所以第一季 依旧是还没有全 全部都 第一季公布出来 但还没有第二季 不好意思 我整理一下 所以 在第一季的里面 德魏很不错 然后蓬城很漂亮 那但是接下来 我们就要看 那他们的本益比 交出来的这个业绩表现 德魏都相当不错 可是前段时间你可以看到 包括像是蓬城 他们的本益比高 然后但是他的殖利率呢 就是看你自己来怎么评估 但我觉得 在台半的部分 本益比也没有算 算是他们的中间值 但是他的殖利率 也没有太长 还不错 只是强貌一直表现部分 在骨架上好像 没有像台半这么的 这个强 那所以我们只能说 在这里面 今天不论如何 这打入大陆的供应链 这还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不论是电池 因为这尼德时代 大家都知道 它是这个比亚迪的 运用的电池 那比亚迪的部分 他也刀片电池 也供入了这个特斯拉 所以现在就是 大家来看 就来比一比 因为现在大陆 自从这个4月封城的时候 哇把特斯拉整得真是很惨 特斯拉真的是 据说一台车没有卖出去 所以他的营收表现 觉得是会受到一些冲击 所以你可以看到近期 特斯拉你看 他又要裁员 又要看坏未来经济 他不是没有本的 所以明天特斯拉 他公布他的财报 我相信众所关注 那这个 在宁德时代 在比亚迪的这个部分 我想 我们可以看一看 这个部分 我相信 逐步 包括宁德时代 要去墨西哥扩张 或者是我们打入了比亚迪的 这个部分 台半今天就表现非常强势 那只是说 接下来 好 来到 回到 他又再逐步 从打最低 往上再爬的过程当中 今天 好歹 他回到了 78块 78块3 但接下来 往上 他可能又有一些压力 那么在 他盘中 曾经 前一段时间 波段高的时候 来到了 93块 93块3 从那里 这个 上一线下来 就一直 就没有机会再崇高 所以 我相信接下来 他回到季先之后 他可能还有一段压力 但是不论如何 就要看我们台半 拿出他的真枪实弹 现在中国大陆 他又有汽车下伤 又有购物车水减半等等 我相信 大陆的这个市场 车市 我相信还是非常值得 关心的 那他电动车 这方面 有很多的补助 如果是彭城 彭城的部分 可能就是 你可以看到 前一波段 哇 真的很可怜 前一波段 最高269 最低 给你杀到了 125 那 在6月 我们之前都跟大家报告 他在6月底的时候 因为 上半年的结账 所以 他们之前都是投信最爱的个股 这个都一样 你可以看到 之前都杀到个不行 那台办率先 也落 漂亮 这样拉 然后你看KD指标 也有MAC别落后 他的还没回到零球之上 你可以看到 红色柱状体 已经不断在拔高 那 如果是彭城 彭城这个部分 哇 你看 这个 在台办率先 站回 这个 站稳了月线 要准备攻回季线 正在 大概今天已经 差不多快 快到了 但是 如果你 这个 这个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可以看到 如果是彭城 彭城 可能就是 还要再加把劲 但是基本上 我觉得这两党 都是近期 这个走势还算蛮凛厉 但是你看德威的情况 是稍微比较弱 德威跟这个 强茂 所以我们觉得 接下来 二集体的这个题材 应该还是蛮夯的 那今天 看到这个 观光的 解封干净股 依旧隔天 依旧还是蛮热 那今天一样 三福 2743 对不对 各位老师 已经昨天一连 大家就讲了 你看三福一下就表态 必有它的道理 那 其实 我们也都跟大家报告过 像日本县 真的是很行 日本县 你看长荣行 它两边都得理 它不仅是 在日本县方面 它远比这个 华航来得好 它当然 它股价有带动华航 会比较重要的 像是这个 三福 三福它在日本县 非常旺 那等于是说 你可以 这个 我们最近讲过 日本人最想 出国旅游 在这个 外国的地方 也包含 第一名就是台湾 那台湾呢 台湾人出国 最喜欢去日本玩 大家都知道 所以在这里面 它在这方面的 标幅也就很强 那今天 那个富野你看 后亚人 又再度了 所以他们就很会 在这方面 真的很会有所表现 所以我相信 这观光股 强势的一个表态 带动他们 像KD指标 这一度往上再拉 那这个富野 真的是也很厉害了 所以我们只能说 打完这个底 这几天 你就要看咯 看它这个 涨到什么时候去 所以 各位盘中在问 温温老师 这我们都已经长成这样 该不该觉得 我实在是觉得 现在有题材 所以等于是你五日线 如果它五日线守着 我觉得 就追吧 如果你这个 自己本身说实在 你自己觉得 你意高人等很大 这个我还是觉得 是可以看的 真的是还可以看 那就要看 什么概念 如果它一跌破五日线 就赶快走 因为它毕竟这个很会 实在是这种股 这个肖肖 这个一标起来 是很猛 那前一波段 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 像三幅 它是最高来的 81块 那前一波段 像是富野 富野 你看一块到咯 你看 接下来它前一波段 29块9 29块多 好 所以这些部分 其实很快就会达到 这些也是 我觉得我们同学们 大家可以留意 这些部分 如果你意高人胆大 真的可以试试看 因为 为什么我要这样 因为凤凰 毕竟这里面 真的有营收获利 他好歹是有赚钱 但是在这里面 6月份 的确大家有的人 也许就交出来很漂亮 他6月营收有增加 可是他交不出获利 所以有些部分 就看你怎么看 这个我们要进场之前 要想一想 你看 三富你看 他这种 能看吗 当然他也没有办法 因为说实在 这个 我们毕竟 这个 COVID-19困扰了两年多 所以也是 也是非山之岁 所以大家想上的 当然就是他的解缝 那在这里面 近期电子国 也并不是完全都 在今天算半导体休息 但是 ABF还可以 那 新兴近期的一个表现 大家就觉得 可以关注一下 但是 我觉得主要还是要谈 这一档 这个所谓的 3594的这个盘椅 那工业电脑 再加上他有 网通的议题题材 哇 近期他真的是 很多人觉得 标太离谱了 那 的确他还非常强 台湾讲非常的强 虽然你看 这集已经盘中这么多了 威威老师 可以再追吗 反正我回答一下 真的是 像这种标股 强很强 那近期可以看出来 工业电脑的议题 还没有走完 而且他本身背后 也有副爸爸 哇 这个大家都是你听过的 像华汉 洪海街的华汉 或者是 像是这个联发科 或者是 像是伟创 其实他们都是 他背后主要的副爸爸 所以你可以知道 他近期又是工业电脑 又本身 在这个网通方面 都还蛮强的 他又有机会去攻入 中国的一线大厂 所以我觉得 这部分看你怎么看 我就觉得强很强 我倒觉得他的技术现行 不像这个新银 这个去年都已经很很标过 前一波段 今年上半年 并不是没有标过 所以我还是觉得 这个强很强 这个盘仪 说实来 大家都觉得他的量 他今天也还好 那个4800 将近5000张的量还可以 所以我一直觉得 你看他的这个 营收获利表现 也都还行 好 那今年第一季也0.18 那去年第四季也有0.29 所以我觉得看你怎么看 那营收获利表现也不差 还好 还行 那所以你就看咯 近期像 这种比较大的股票 因为他不容易标 股价要那么高 对不对 那盘仪这种 这个当然 30.5 这个就看你怎么看咯 以薇薇老师的看法 我知道大家盘中 薇薇老师的确 我们是有盘中抠讯 我也坦白跟大家讲 有发谈 所以我觉得 这部分就看 大家 我觉得近期之内 有关基金 竟然互盘之后 情况比较不一样 那我觉得这也提供我们 同学来做的参考 好 那今天呢 节目我们就到这里 那希望大家 这个 薇薇老师帮大家 大家选的那个自由股 绝对有所本 也都是绝对是法人 连续有在进场的 所以 绝对有法人 当我们的这个靠山 那大家 如果想要有 这个 这些我们刚提到个股 它什么样的时机 才能进场 或出场 那大家想要更多的一个盘中抠讯 好来 080370888 080370888 080370 这个370888 好 不好意思讲的太快 欢迎大家进见 好 反正字打得很大 好 那那个希望大家 多互能够在这段时间 投资获利明天早上 薇薇老师还会在 这个我们三例的盘前的连线号 来跟大家再做报告 我们会就 那个 美股的一个走势 重要的一些个股 来做盘前解析 欢迎大家随时 锁定收看 好 早上七点半哦 薇薇老师就上线了 所以 这部分说实来 真的大家 真的都很辛苦 但是希望 各位投资同学 大部分小朋友 加入了薇薇老师的家族之后 各位能够获利赚钱 这就是薇薇老师很大的行为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那希望大家 扫一下QR code 包括 LINE AD的脸书 或者是YouTube 好 那这个欢迎大家分享 订阅暗赛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投资获利赚钱 好 就这样 拜拜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